北京时间1月29日凌晨,2022年斯诺克德国大师赛结束第二轮的一场焦点比赛 中国最强00后大师赛冠军闫炳涛在2比4被拿到赛点情况下 轰出一波3比0的大反击,5比4逆转世界第一马克赛而比,向着冠军强势迈进 世界排名第15位的闫炳涛是首位00后大师赛冠军 德国大师赛第二轮的角逐,他的对手是世界第一,2015年赛事冠军马克赛尔比 两人有6次交手记录,双方打成3比3平手 具体到这场比赛,他们也是打得非常激烈 本场比赛第一局,赛尔比通过几次上手,92比0先胜1局,1比0领先 第二局,严炳涛单杆87分制胜,87-17翻回1局,1-1追平 第三局,严炳涛打出单杆57分,102比33再胜1局,比分来到2比1 第四局,赛尔比打出单杆50分,半场结束,比分追成2比2 第五局,局间休息回来之后,赛尔比持续发力,他轰出单杆119分,119比10赢下,比分来到3比2 第六局,赛尔比又打出单杆57分,109比4轻松拿下,世界第一4比2赢得两个赛点 4比2赢得赛点之后,赛尔比只需再胜1局,就将晋级8强 而年轻的严炳涛,想要晋级8强,就必须连胜3局 这样的情况,在世界第一面前,似乎很难发生 不过,严炳涛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第七局,他的单杆95分制胜,120-6挽救第一个赛点,比分来到3比4 第八局,严炳涛与赛尔比展开拉锯战 在胶着的比赛中,他通过几次上手,64比45胜出,4-4挽救第二个赛点 双方来到决胜局 决胜局,严炳涛与世界第一都有失误 但是关键时候,最强00后顶住了压力 他打出单杆69分,74比47锁定胜局 总比分5比4,上演大逆转 4分之一决赛,严炳涛的对手是瑞恩戴 后者以5比1轻取山姆克雷吉